謝謝李校長 李校長他們在前面已經積累了很多 這些用心、這些教材 都可以提供給大家 所以我們是Teamwork 大家有沒有 找到組織的感覺 我們在教學的路上 不是單槍匹馬 大家都是同一個方向、同一個目標 盡力把下一代教育好 把這個文化傳承下去 那剛剛校長提的還是要多樣化 其實歷史規裡面有好多都是相關的歷史故事 都可以把它變成戲劇 那音樂的方式特別好 遺風遺俗、莫善遺運 你看貴陽土那個音樂起來 我今天聽我們莊音校長也提到 實際到了印度 可能是偏遠的地方 就有小朋友很調皮的 那父母很操心的 就聽了個貴陽土 善心點燃了 就改變很大 變得會替父母想 所以我們在任何時候 都要堅信 人之初 信本善 任何時候 我們假如有時候不相信 可能我們信心就會往後退 天下無不可化之人 天下沒有不能感化的人 彈孔 成心未至 我們的真成心還不夠 好 那 這個 成德感覺 老師們還是每年都回來比較好 要充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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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才有更多的能量 回去放電 那我想我們處理事情 就是面對一個境遇 好 論語有說 君子有九師 你看君子面對境界的時候 有九個思考 四師年 你要看得明明白白 把因緣觀察君子 萬法因緣深 看清楚 聽是充 聽人家的話 能聽 了解他的心意是什麼 人家在暗示什麼 我們不能嫩頭聽 聽是充 色是溫 整個 臉色要溫和 貌是公 整個舉止要公性 這個 是充 言是充 言語 要 思考 要不能偏 要充 事是敬 做事情要公敬 要盡到我們的力 負責了 我就把它做好 疑是問 懷疑了 疑問 要提問 恨思難 情緒要上來的時候 要想著 哎呦不能發出來 不然後面很難說詞了 見得而思逸 我們今天要得到什麼了 要考慮該不該拿 君子愛財 許之有道 第一個就是四十明 萬法是因緣生 而且在因緣當中 誰是主要的 誰是次要的 我們也要看清楚 比方說這個副校長 他是負責這一塊的 那這個就是這個因緣的狀況 那剛剛我們 李校長已經提到了 你把自己做好了 你的班級受益了 有可能呢 說不定呢 校長看到了 來問你 那因緣就開始變了 因為副校長得聽校長的話 這個叫照 你要照那個因緣 但是不能跟誰對立起來 今天他提出來 我不喜歡 那個是結果 有沒有原因 這個東西 他鐵定以前接觸過 或者聽說過 聽聞過什麼 讓他可能產生先入為主 的認知 所以我們能不能照一些因緣 把他這個認知給他 調整過來 這又是一個角度 你看很多事情都可以多管齊下 那剛剛校長也已經提到了 我們這個學校 畢竟都有人式的一個調動 所以我們領會到一點 你要離開一個學校以前 一定要把接你棒的人培養出來 你看把我們的能力越練越 潛力越發揮出來 我看我們莊校長 您離開之後 你們的學校還繼續做 這個要給莊校長挖寶 這個校長 他課程的時候會跟大家分享 你看這一句 不孝有三 無厚 偉大 不只用在家庭裡面 你在團體裡面 好不容易 有這樣的成果 假如沒有接班的人 太可惜了 當然也是 其能盡如人意 但求無愧我心 盡力就好 而今天還有講到一句很重要的 中庸的話 是 故大得者 必得其位 必得其路 必得其名 必得其壽 所以我們這個何老師 他必須認真教弟子徽 可能就會被調到 更適合他發揮的學校去 這個是真的會感應這些事情 所以君子居易以示命 您等待你的天命即將到來 那個居易 居易就是你要先安住當下 安住當下 敬我的本分 我多少園 做多少事 哪怕我只有一個學校的園 一個班的園 我就盡力就好 那個王錫老師 他就是把一個班帶好 結果這個校長 一看 升旗典禮 這一班的學生怎麼站得特別直 怎麼對我特別有禮貌 校長就主動去觀察 為什麼我走過這個班 這個學生都沒有分心看我的 都那麼專注聽課 後來他就深入去了解 所以真的 冥冥中 我們真心去做 都會感應很多 因緣越來越殊勝 好 謝謝大家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